上帝应许 只要我们亲近祂 祂就必亲近我们 圣经讲过一个故事 有位父亲渴望和任性的儿子重聚 后来儿子终于回家 父亲喜悦无比 这个感人的故事表明 上帝非常渴望我们来亲近祂 等我们来亲近上帝了 祂必会亲近我们 大家晚上好 欢迎回到为其一周的灵命奋卿会 通过一课接一课的学习 有没有得到上帝的赐福 有没有感到圣经对你的心开口 有没有来上帝越来越近 这就是今次奋卿会的目的 让我们可以更加亲近上帝 通过卫星讯号收听现场直播的 世界各地的朋友 我们也要向你们表示特别的欢迎 感谢你的家人 当你和我们一起来寻求祂的临家 我相信圣灵会在你心中动工 今晚仍会是激动人心的一课 再次欢迎大家的参与 杜甲牧师今晚的讲题是 《今生的骄傲》 请起立先演唱主题曲 主呀 奋卿我 场外的观众希望你可以和我们一起 跟着若翰和海里一起唱 《今生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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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eak your word so we can hear it 我来自然的骄傲》 新生的骄傲 新生的骄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Revive us, Lord, fill us with the Holy Spirit Revive us, Lord, make us like your Son Revive us, Lord, speak your word so we can hear it Revive us, Lord, till we all are one Make us like your Son, till we all are one 阿门, today we are going to pray for the Lord 道格·柯察爾牧師, please continue to stand up We will go to the stage of the stage We will go to the stage of pra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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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生命转向祢 请到我们里面 感谢祢猜圣灵与每一位听众同在 我们祈求奉耶稣的名 阿们 各位请坐 晚上好 各位朋友 今天晚上 我们要讲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 今生的骄傲 希望可以对大家有所鼓励 祝福 啟地 甚至是挑战 同样特别欢迎场外的观众 我们收到世界各地发来的 成百上千的电子邮件和他们的提问 信息来自中美洲 欧洲 非常欢迎大家 还有通过三天市广播 和美国希望频道正在收听收看的朋友 很开心你们的加入 我们马上就要开始圣经文答 今晚约翰牧师知道吗 约翰和我一起做福音报道工作 已经二十多年了 而且他以前经常和我一起主持圣经文答 问题是他经常忍不住要抢答 今晚我一定要抵挡试探 我唯有换海来 但是他也喜欢抢答 所以请为我和约翰讨告 今晚的问题有很多 幸好上帝在圣经中留下了答案 第一个问题是 杜甲牧师说过 耶稣会很快再来 但没有列出任何理由或笑头 有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 来支持你的观点呢? 好的 有很多 看怕有上千个 对我而言 最明显的证据之因 就是此刻的一切 我的意思是 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十四节说 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 对万民藏见证 然后末期才来到 因为传播媒介所带来的次方 福音的信息正在通过 维声传遍天下 通过互联网、电视 还有CD、DVD 各种格式的音频、视频 所以这个信息正传向世界 我去过新纪奈牙 那是最偏远的地区之人 他们也在这里收看讲座 因此我相信 耶稣会在这个时代再临 还有打仗和打仗的风声 引起的恐慌 人听到波浪咆哮的响声 方方不定海啸令人想到 这个是否在应验勞家福音 应该是二十一章二十五字 海中波浪的响声 还有各各间 错终复杂的紧张关系 遥传将爆发另一场大流感 五千万人会丧生 可以一直列下去 有很多少头 还有一个少头 是教会在这里睡觉 所以先需要 奋卿会醒一醒 打鼻寒也是耶稣再来的明显信号 特别在教会 没错 你写过如何 唤醒分岁的教会 是的 一本好书 如何唤醒并兴旺分岁的教会 下一个问题 可以读基督教小说 来培养阅读的兴趣吗 那我要慎重回答了 如果想巩固灵命 肯定不应该浪费宝贵的时间 看终结者、蝙蝠俠之类的超级英雄大片 如果是指心路历情之旅的小说 由学术角度来说是小说 但亦都是淑灵的预言 连善恶之争都推荐 那本书不错 因此 有些作品虽然由学术上来说是小说 但内容很纯洁、真实 他们是在传播真理 要用菲律比书中的标准去衡量是否可读 滋养灵命的时间本来就太少 世界上毫无意义的东西有太多 所以要读书 就读真正能让你蒙福的 可以是妙趣横生 同时又能滋养灵命的书 其他小说只是有人陷入虚幻 对抵党真实的试探毫无帮助 好的 下一个问题是来自欧洲的瑞士 我是来自瑞士 非常喜欢今次研讨会 前几天有人问如何战兴罪恶 你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 部分原因是 这个实在是一个很大的题目 我曾经办过一场帐篷会 专门讲如何得胜 足足用了七个小时 因为这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讲几条最简单的提纲 驱逐房间 黑暗最好的方法是什么 就是给光进来 不是用铁铲 把黑暗铲到外面 打开灯就可以了 吸收的光明越多 驱走的黑暗就越多 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 免得我得罪你 因此上帝的话 正是耶稣用来战胜罪恶的武器 目的话 或者罪遮挡圣经 或者圣经阻挡罪 我一直强调 还要祷告耶稣说 要祷告不让你遇见试探 祷告能带给人得胜试探的力量 还有敬虔的生活 分享也可以增强自己的信心 告诉别人你的信 你也会更加坚信 不要让我解释 但你可以相信这条熟灵的原则 所以方法很多 《奇妙真相》网站有些小冊子 可以免费下载 找乔克老师的经典 有没有可能度无罪的生活 没有被题目吓到 其实是很激励人的 星期三 杜甲牧师说 上帝会踩一些灾难 例如洪水、巨峰等 令我很困惑 因为我听其他牧师说 那些都是来自撒旦的 而不是上帝 我看到这个问题了 所以打印了一些资料 这是平月宣布的一段说话 1892年11月8日 试验和练静的日子近了 最令人震惊的兆头 显然在洪水中 显然在巨峰和龙卷风中 地和海都列开了 斯横遍野 这一切都在宣告 万物的结局近在眼前 上帝的审判 这里怎么说 上帝的审判临到世界 以让人悔悟 知道上帝必会速速降临 自然灾害发生的时候 大家会想 这些是来自上帝还是撒旦 当审判临到弱霸 似乎是撒旦的力量 轻起狂风 吹淋了房屋 压死了里面的少年人 似乎是撒旦降下天火 应该闪电 但是撒旦要先得到上帝的许可 才可以降下这些审判性的灾难 维根究底 是上帝允许这一类事情的发生 虽然可能是由撒旦引发 他的确有这个能力 但是可能是上帝亲自 罗瓦时代的洪水 不是撒旦降下来的吧 他正忙着找着更高的山头 所以 上帝的确有时会用大自然的力量 提醒大家注意 索多玛和俄摩拉是撒旦 当然 还有耶路撒冷 好了 下一个问题 约翰牧师 我是说杜甲牧师 约翰你才来 上帝要我们凡事诚实 包括必须按照规定的限速开车 约翰你想不想回答 你通常开得多快 我只是努力跟着你 好了 我仔细考虑过这件事 圣经明说要信服地上的法律 那我就不用大家举手了 有谁会经常超操 这样对大家的诚实度 真是艰巨的考验 曾经 有一段时间 读到那次经文 要信服地上的法律 我原先喜欢飙车 我爸爸是开赛车的 我两个曾经在家比赛 如果要我驾慢车 真是很难受的 而且开始几时 我的确努力按规定行驶 但是我就成了路障 车流不停在后面追上来 急煞车 或者在旁边飞驰而过 按住喇叭 我说主啊 我应该怎么做呢 我很想信服地上的法律 但你看看 连夏蜜仔都在超我车 我心就平静了 只要圣灵感动 令你一直按限速行驶 也必会因此赐福你 我绝对不想影响你的感动 我个人 是觉得有些限速规定 只是意识层面的法律 不是按字面 今天早上我去城里头 有一部警车夹在路上的车流中间 所有的车全部都在超速行驶 和旁边的警察一起 不过 不管烦什么烦 都要准备好受罚 幸运的是 超速不会被判处死刑 但如果开太快 还是有可能的 所以 我没办法回答 下一个问候 好 可不可以谈谈谈谈音乐的事 所有的世俗音乐都不好 如何区分音乐的好坏 基督教rap 可不可以谈谈几项基本原则 又是一场港独 就由基督教rap开始 和基督教识情文学没有区别 在我看来是自相矛盾 肯定有人会强烈反对我 我 正在撒克拉蒙托 扮演了两场专题讲座 就针对音乐 因为这个话题很大 亦很有争议 有些场合 我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 有人说 这是指当代歌曲 但这样 绝非是指摇滚乐 而是当时代唱的歌 我们有时要唱新歌 每一首赞美诗 也曾经是新歌 不是吗? 关于音乐 并不在于是新作品 或是旧作品 而是指歌词和音乐本身 是否荣耀上帝 有些音乐的节奏 过于激烈 令人不自觉地 随着摘拍在房洞 这类脱衣舞曲式的音乐 很难配上敬弦的歌词 敬爆舞曲 不是指大卫王和米利暗 跳舞时的乐曲 我是指Disco 配上几句基督教歌词 有人就说他被圣化了 根本就是无稽之谈 那些是在培养年轻人 对世俗音乐的嗜好 不管是旋律 还是歌词 都应该神圣 而敬拳 大家要花多些时间 仔细研究 去听听我之前的两场道 最后一个问题 杜吉 他是一位年轻的姐妹 杰西卡 他希望你可以收下他的画 杜吉牧师 但是我有个问题 必须受洗才可以进天国 还有 抹士大士忌真的很好 希望你喜欢我的话 问题 是否必须先受洗才可以进天国 很明显 施洗约翰之前的很多人 会入天国 但是他们没有受过浸礼 所以简单的回答就是 不是 我们希望 罗牙在漫地的洪水中受了洗 也希望其他 好像以洛 阿伯拉罕这些先人 虽然没有受过洗 也会去天国 这也是事实 可能 浸礼仪式 这个问题是指新约时代 新约也有例外 譬如 十架上的强盗 显然没有受洗 但应该都可以去天国 有人想知道 是不是不单只要跟从耶稣 还必须要受洗 才可以得到上帝的救恩 好显然主 是希望人 遵行浸礼的仪式 大使命就是 教导并给他们施洗 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 不信的必备定罪 人如果不从水和圣灵而生 不可以入上帝的过 需要两种重生 要从圣灵 也要从水重生 浸礼主要是向公众宣告 你接受了基督的救恩 浸礼对基督徒的重要性 近似于分礼而生 对于分恩 这样 为什么有人接受耶稣 但是不愿意受洗呢 呃 我们有一本相关的小冊子 可以免费阅读 叫做《浸礼真是有必要吗?》 在奇妙真相网站 你亲近上帝 他就必会亲近你 这一节经文 还有一部分 告诉大家 这个就好像是 本次系列讲座的主题经文 请打开圣经 雅各书四章 由这里开始 故此 第七字 要顺服上帝 抵挡魔鬼 魔鬼就必离开 逃跑了 有人问 应该如何得胜 要顺服上帝 你们亲近上帝 他就必亲近你们 有罪的人 有罪的人 要洁净你们的手 心怀疑的人 要清洁你们的心 你们要仇苦 悲哀 哭音 将欢笑变作悲哀 欢乐变作仇门 无要在主面前自卑 主就必叫你们升高 圣经中没有一处说 祈求上帝将我们降悲 总是说 你要自己降悲 你可以选择 在主前自卑 这样的果效如何 他必叫你升高 这段经文是在说 要亲近上帝 谦卑己心 他就会高举你 这就是悔改的全部意义 今天的内容会涉及 骄傲与欠秘 这是最重要 亦经常被忽视的主题 题目叫做 今生的骄傲 之前说过耶稣在旷野城 受了试探 有三大领域 肉体的情欲 眼目的情欲 和今生的骄傲 上帝应许会帮我们传刀得胜 再次打开圣经之前 我们一起祷告 池外的主 全能的父 我们祈求今晚圣灵 可以进入每位听众的心 包括场外正通过电视 广播和互联网参与的朋友 感谢你随听我们的祷告 奉圣子耶稣的名 阿们 阿们 我最喜欢的一卷书是 《旦以里》 请跟着我 《旦以里》书四章 讲了一個故事 尼布加尼撒王 造了一个梦 晚安 他正在睡覺 当然 不是第二章那一个梦 第四章 黄佑法了一个梦 这个梦令他隐约感到其中有上帝的启示 于是他又召了一切哲事和官兆等 叫众人解梦 但没有人可以解 最后仍然是弹以理向他讲解 他梦见有棵大树 高到顶天 阔子 地径 树被佛倒 只留下树座 被铁圈和铜圈枯住 最终树得已复原 但以你对王说 你就是这棵树了 世上万国都来朝拜你 向你臣服 巴比伦是当之无愧的黄金帝国 可能是当时全世界最伟大的国家 最壮丽的刀城 成功的危险就在于权力招腐败 极权招致极度的腐败 但以你警告不可一世的王 就算你现在威名显赫 但是你的高位岌岌可危 所以我建议你 要直下谦卑己心 以施行公义断绝罪过 这样或者你的平安可以延长 起初 骄傲之王本一度被说服 知道这是上帝的警示 有段时间他也努力约束自己 进行弹以理的劝戒 但是一年之后 弹以理书四章二十八节 这一切事都临到尼布格尼撒王 过了十二个月 他游行在巴比伦王宫里 听似乎他在露台上游行 可能是巴比伦空中花园的庭台 视察葬礼的国度和宫殿 富丽堂皇 黄金遍地 在空中花园和幼法拉底河边 万国的领袖都跪拜在他的脚前 王不禁夸耀 这大巴比伦 不是我用大能大力 建为京都 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 他沉浸于 自我陶醉之中不是吗 这句说话在王口中尚未说完 有声音从天降下 说 你布格尼撒王呀 有话对你说 你的国位离开你了 你必被赶出离开世人 与野地的寿同居 食草如牛 且要经过七期 等你知道 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 要将国似于谁 就似于谁 当时这句说话就仍然在 尼布格尼撒的身上 他被赶出离开世人 食草如牛 身被天露敌森 很显然他生活在室外 身被天露敌森 头发长长 好像鹰毛 不是说他生了鹰的羽毛 只是比喻 那名头发乱成一团 没有光泽 当今有个别教会 故意崇尚将头发留成这样 而且他指甲长长 如同鸟爪 经文 聪明绝世的黄写的 狂心在跌倒已先 大家读过没有 我认真地学过那一段 但是还是跌倒过不少次 可能是要多吃斧头才会有记性 我左眼下边 还有左手 左脚上边都有上巴 三次都是因为我想炫耀 我和主之间在角力 主反复警告我 左眼 左手 左脚 其中一定有淑玲的重大教训 都在我十七岁前 我表现飞车 因为有女孩在旁观 我特别想留下一个深刻的好印象给他们 那部车脱手 直接打在我面上 眼下有个伤口 幸好对眼看得到 手上的这个相巴是我自己缝的 打算向泥山洞看我的朋友愿意插鱼 磨目枪时刺傷自己 千万不要学我 刺刀了骨 这一带都没有知觉了 每次看到你的相巴都会想到骄傲 炫耀 有人来我的山洞参观 我想表演高空跳水 由高处的石头上 跳入浅水里面 就好像马戏团的小丑 其实跳水也没事 我日日由小溪里面走 走了几年 竟然从来都没有发现水里面有罐 加宝牌婴儿食品 我又不吃那些东西的 不知他是怎么走到山上的 我踩到罐里面 脚就被他戒了 唯有自己缝合 真是痛到死 脚底留下了一个弧形的标记 骄傲 狂心在跌倒之前 你有没有类似的经历呢 不管什么时候 如果想引起所有人注意 最好 小心点 这个也是我要小孩自小就一定要记住的 小孩喜欢被关注 一定范围内没有问题 也要鼓励 但是不能一美表扬 助长他们的骄傲 有一次我在租车 经常出门口 亦经常租车 那天我享受免费升级服务 在美国汽车公司 他们说这段随便选择 全部都是顶级豪车 里面真的有些极品 我心想好啊 哇 反正只是用租经济车型的价钱 我想杜格 你最好不要 有部车像是极速跑车 但现在想不起他的样子 总之很酷 但是大家会怎样看我呢 我不想继续别人作不好的见证 好吧 到教会我会停远一点 我拿了车试 感觉真的不错 握着这一部 拥有所有先进便捷设备的跑车 就来到教会了 我打算偷偷停去外面稍远的地方 大家都在走进教会 我下来 准备锁车 结果我就按错了 报警的按钮 这部车就开始 所有的人都转过头 看到杜格牧师站在跑车旁边 我说好了主 我以后都不敢了 我可以一直这样说下去 后面的货也不用说了 上帝一次次借着这些锁匙来提醒我 在这个位置请帮我讨告 不要要上帝动手帮我降低 任何时候站在前台 都会有风险 甚至危险 就连语言之灵也提到 骄傲最大的危险之一 就是人在骄傲的时候最似撒旦 而人在谦卑的时候最似基督 第一次有人提醒我这句说话 是在2000年多伦多总会大会上面 我去前台 宾馆和一个巨型体育场 躲得很实 著名的蓝鸟棒球队比赛的地方 号称巨蛋 那天 是海伦的生日 我去找前台的接待员 想换一间更好的房 因为已经提前预订了普通客房 所以看怕很难临时调换 但是我去到前台的时候 有人就走过来跟我说 我真的很喜欢你的电视节目 前台的服务员听到 他问我 你想电视吗 怪不得你想换个房子 我说是 不过这一招不是经常这么有效 那次我在排队 有人正在买单 过来问我 你是否上过电视 我说是 他们说 你就是那个很讨厌的卖车的人 我说不是 所以 不可能整天都是心想事成 不管怎么也好 前台说 我帮你换一间贵宾套奸 你一定会喜欢的 我接铰匙上了楼 简直是目瞪口呆 这间是男鸟队的老板住的房子 总之是男鸟队某一个大人物 在比赛期间住的 简直就像教皇的寻宫 还有大阳台 一分钱都不用加 就有个大观景台 可以附陷总会年会的 整个会场 我们走在阳台上 看到下面的人 我总是想这样对着下面 因为阳台下面有五万人那么多 谁参加过那届总会 是多伦多 阳台上是我和凯伦 这边真是真正 好了 重点在这里 安息日的议程安排中有一行 介绍所有的网络传道人 由95年到2000年 所以有德维特 纳尔逊 卡尔斯 马拉辛科 阿历山大 还有我和马可分离 我们都站在那里 等着出场谈谈网络 其实大家没有机会发现 根本没有话筒 但是 出场之前 我心里就在想 哇 你从山洞出来 走得够完 住总统图间 外面有五万人 要向他们揮手 我自己想着的时候 德维特在后面推了我一下话 道家 别忘记 人骄傲的时候 他不知道我想什么 但是他说 人骄傲的时候 最像撒旦 就在我立刻要出场之前 我明白了上帝自有办法 我立刻祷告 主呀 帮我 跟着走就行了 要自己谦卑 要不然 就是逼主出手 使你降卑 对吗 两个选择 你在上帝面前自己谦卑 他就会高举你 或者要他把你 拍到地下 这个正是尼布格尼撒的经历 尼布格尼撒自认为聪明 但是智慧乃是上帝的恩赐 人一旦开始自我标榜 上帝随时都可以收回 离开主的恩典 人只不过是愚蠢的癫佬 高傲的尼布格尼撒王 经历了这一切 众人都在等着他的圣子 突然之间 他口吐白悶 痛苦地屈身 倒地 众人都手足无措 大臣可能会竭力隐瞒实情 对外宣布 国王外出度假 想象不出巴比伦国 怎样度过了七年 在尼添大访 国王癫了 为何呢 骄傲 朕言十二篇十五字 愚妄人所行丁 自以为正直 为自为人肯听人的劝教 骄傲令人闭目失听 觉得自己无所不知 但是三个臭皮障 顶过诸葛梁 人一旦自以为是 听不入意见 便会作出愚蠢的决定 朕言十一篇二字 骄傲来 羞耻也来 羞耻或谦卑 谦信人却有智慧 最大的智慧是什么 是谦信 上帝不会因为你太卑微而不用你 但可能会因为你太骄傲而用不了你 朕言十五篇三十三字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焚悔 尊荣以前必有欠秘 朕言二十七篇二字 要别人夸掌你 不可用口自夸 让外人称赞你 不可用嘴自清 人经常会受到试探 每个人都喜欢有意地炫耀自己的光辉历史 我们总会对其他人的赞美念念不忘 这几乎是人的本性 有人夸掌赞美 我们就会尖尖自喜 反复回味 当然鼓励是好的 千万不要误回 阿虞凤城是另外一回事 很多蜜蜂都被自让的蜂蜜浸死 所以千万不要自吹自擂 如果有人赞美你 一定要学会太言处之 我们都应该学会鼓励和赞美 但是千万不要刻意奉迎 那些是帮人切陷阱 记得 在我刚刚开始说道的时候 我很爱主 爱他的道 也爱他分享 但是我是人 也爱被人喜欢 你们呢 那还不用说 就算不承认 这也是事实 谁都想被人喜欢 喜欢的反义词 谁想被人讨厌 安息日讲完课 去到门口 逐个和离场的听众握手 骨子里面就想听 你说得真的好 等着赞扬和鼓励 到后来我才明白 不要把每个人的每句话 都太过当真 其实 有时候大家只是客气一下 那天刚好有人对我说 说得太好了 牧师 无意中听到另外一个声音 今天白来一趟 我才翻言醒悟 有些牧师进行广播报道 我经常听广播 有个牧师 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要他说 只要说了很久 我估计电台是他家里开的 他还常回答圣经问题 但是答案千奇百怪 无编无谱 听起来和圣经是毫无关系的 我担心他可能根本就不读经 但是经常有人打电话说 我真的很喜欢你的节目 所以每次我都受到试探 只以为得意就想 这样的人都有粉丝 所以千奇不要太认真 有人说赞美就好像是香水 只可以闻不可以喝 如果不是后果自负 尼布格尼撒王室去了国位 一直到七年之后 他的聪明福归于他 上帝令他明白 为什么会有这七年 于是他称重上帝 一切荣耀归于主 后来在天过 可能都可以见到尼布格尼撒 因为最终他贿不到 人没有任何骄傲的资本 好像是施布真说过 永远不要骄傲 不管是为种族职位 或者是上茅 不认为你的职位 上茅 或财富骄傲 但是有人终日 就为此而挣扎 很多人都没有安全感 缺乏自信 其实也是骄傲的表现 我们这么担心 这么关注于人家 如何看我 放下那些可怜的自尊 自信心不足 但真正应该关注的是 上帝如何看我 这才是耶稣一生的事工中 时刻关注的事 有人会为让貌而骄傲 总是太看重自己的外表 我相信圣经中 有非常有力的证据 主张朴素的服装 和装扮 基督徒绝对不应该 浓妆严满 衣着太华丽 不可以以外貌和服飾 去吸引人家 或者令人分神 阿们 阿们 尽管有人带着朱朱串串 各种装饰 穿着昂贵的成装 是希望靠这些提升 在上帝面前的价值 基督徒应当优雅而整建 圣经试图行转十二章有个故事 希律王在锁定的日子 坐在围上着上华贵的潮服 阳光下闪闪发光 对众人讲论 百姓兴奋地喊 这些是神的声音 不是人的 王很明白 这样是蝎毒上帝 应该马上阻止 而不是享受这种吹捧 但他想 是啊 我就是神 经里面说 因他不将荣耀归于上帝 主的使者 立刻伐他 张扬和骄傲 他被虫所咬 由内到外 气就绝了 给大家一个小小的提醒 在上帝眼中 骄傲是大罪来的 刘逆斯有本书 简单的基督教 他说撒旦之罪 终究始于骄傲 最愈何入侵世界 骄傲 人想好像上帝一样 有没有读到过 撒旦的野心 我要与至上者同等 人真的经常会被这种想法诱惑 经常想 可能我都可以像神一样 甚至有些宗教说 你就是神 人类尚未完全战胜 这种狂妄的错过 希律王抢夺了上帝的荣耀 为自己的表现骄傲 现在 最好向下说 为财富而骄傲 请跟我打开以赛瓦书 这个故事圣经中出现了三次 上帝一定提醒其中有重要的教训 请打开以赛瓦书39章 气势家一度病入高坊 气势家不错的王 他祷告 上帝就救他的城脱离仇敌之手 免于毁灭 后来通过以赛瓦 他的绝症康复 主仲要日影 在日轨上后退了十度 记不记得这个故事 没有时间传读一次了 他 完全康复了 感觉真的好 毕就毕在 好得过了龙 过得自己太好了 你看 我一祷告上帝就听了 不单只延长了我的寿命 还要太阳的运转 为我而变更 以赛瓦文是要日影向前进十度 还是向后退十度 我说向后退 就真的实现了 上帝多重视我 随后巴比伦的使者求见 想看看希西加敬拜的 是怎样的上帝 其实希西加有机会传讲上帝 但是他没有将荣誉归于主 而是尖尖自起 要知道巴比伦当时是大帝国 所有能人知事全部都是巴比伦 当时代最伟大的科学家 见到奇异的声像 派使者去看看 希西加于是样样得意 就想炫耀 可能也有些不安全感 怕别人以为自己落后 所以要展示强大的综合国力 于是这里 以赛瓦书三十九章 希西加喜欢 第二次 见试者就把自己保护钉 金纸 银纸 香料 贵重的高油 和他母父的一切均气 并所有的财宝都给他们看 他家中和全国之内 希西加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 多么遗憾 母港主的恩典和大能 他们本来是来寻访上帝 这个发生在尼布格尼山毁灭圣殿之前 于是以赛瓦才去见希西加王 问他说 这些人说什么 他们是哪里来见你 希西加说 他们从远方的巴比伦来见我 我们以前谈过远乡是吗 以赛瓦问 他们在你家看见了什么 在你家见到什么 再问一次 在你家见到什么 请仔细思考 上帝派人来见我们 你的身体就是圣殿 人在你的殿里见到什么 客人来访时 他在你的殿里看到什么 牧师来访 你是不是将他挡在门口 自己赶紧清理战场呢 他们在你家看到了什么 在教会是一个样子 回家就半若两人 你的小孩在家看到什么 希西加本有机会向人介绍上帝 但是他只是顾着怨要自己 他虽然没有因为样貌骄傲 但是为自己的财富骄傲 上帝看重的是什么 和世界的标准完全不同 世界对成功有不同的定义 在世界大家评论你 是看你驾驶什么车 上帝不是的 他不管人驾驶什么车 只是关心是什么人在驾驶 在世界大家关心 你是不是住在高档的小区 你住的是什么样的屋 上帝根本不在乎你住的房子 是什么样的 只是关心住在屋里的 是什么样的一家人 在世界各种颁奖典礼 美光灯闪上 大家要看镜头前的女士 穿着什么样的礼服 上帝不管人的衣着 只是想知道怀疑之下 人心如何 我们总是喜欢什么 就想去占有什么 再按照所拥有的东西 确定自己的价值 以此为标准定义成功 但是所有的一切 终将是过眼云烟阿门 没有一样可以带去天国的 你有没有见过 哪一部灵车后面 拖着全部的家当 是没有一样可以带去天国的 唯一重要的就是可以持守的 唯一可以持守的就是 人本身 他的品格 服务时可以跟着我们的 只有品格 但如果是定罪的服务 那就太迟了 人只因上帝的管家 才拥有一切的恩赐 这些恩赐都应该兑换成天国的货币 一再强调 因为这是大问题 需要高度关注 希西加将财问 向人炫耀一次 结果又如何 后来 巴比伦大军来了 按照以赛亚的预言 老走了一切 众人想尋放希西加的宝藏 不幸的是 他的财宝不在天上 而在地上 他们就回来 把财宝抢走了 有一条人生法则永远不在不记得 总会有人看着你的宝藏 想得到我们的宝藏 不要紧 只要你的宝藏是基督 就取之不尽 我希望其他人喜欢我的宝藏 但是没有人可以拿走 我是天国的财富 只要以基督为宝藏 就会用之不欠 不要積盏财宝在地上 地上有虫子咬 能受怀也有财来偷 只要積盏财宝在天上 天上没有虫子咬 不能受怀也没有财来偷 更加不用担心 银行存单 有没有国家担保 非常安全 没有人可以抢走 你的财宝在哪里 人家想抢你的宝藏 财宝约在地上 人们可能表面赚你成功 但是心里面 因为贪心的欲望 人心深处 都藏着不堪的恶念 在想 是我的多好 谁言三邪 不过是人心本性 当你标榜鼓吹财富 除非听者是真正悔改的人 如果不是为你开心 我有一样不及他门汗的 而赤雅说 你要听万君之耶和华的话 日子必度 凡你家里所有的 并你列祖即速到如今的 都要被老到巴比伦去 不留下一样 这是耶和华说的 并且从你本身所生的宗旨 其中必有被老去 在巴比伦皇宫里当太监的 在巴比伦的皇宫 这一切预言都应验了 浩利不爽 历史上最大的悲剧之一是 当年马可波罗的父亲 尼哥罗波罗 和叔叔马提奥波罗 去近见中国的忽必烈大汉 因为忽必烈是蒙古人 和中国其他帝王不多一样 他允许宗教自由 对基督教尤其感兴趣 就算是波罗兄弟所理解的基督教 非常有限 大汉仍然认为这个信仰很好 他说你们回去见教皇 弗比利大汉对两兄弟说 请教皇派一百个 有知识的基督徒礼 给我的百姓 普及信仰 两兄弟回去的时候 教皇过了身 很艰难见到新教皇就说 你一定要派神父 将基督教传到中国 那里有千百万人口 大门敞开 快点派人 但当时罗马教会放弃了这个机会 只是顾着望两个教皇的权威之争 只是关注于政治 根本没有心机理其他东西 最终 在两兄弟的坚持之下 先派了两个神父 一人中途过身 同伴好嘴唢 打道回府 历史学家称 整个历史差一点 就会被彻底改变 如果教会当时听建议 派出百人访华团 这样今天 那里就不是佛教国家 而是天主教的世界 但是他们错失宣讲上帝的良机 正是因为忙着其他东西 他们在你家里看到了什么 有客人来你家里 你是否希望 他们会赞叹家居布置 赞一下你的眼光 花园里面的摆设 这些是不是你对成功的定义 相低不是这么看的 《弃世家》这段故事 简直就是在这里定我的罪 我来解释一下 我在山上有间屋仔 我们很感恩 那块地买了三十年了 感谢主 当时买的时候真的很便宜 建了间屋仔 说真的 它真的挺漂亮的 若汉以前去过一次 是在卡瓦罗 我自己的绝作 我说得很欠虚 虚假的谦卑 其实是真骄傲 成功地表现出 刻意追求的谦卑 那不是谦卑 是为自己的谦卑骄傲 是吧 就好像一个怪圈 感谢主 我很谦卑 看看我设计的这间屋 露天的太阳能 坐北向南 任何时候来客人都有顺天然流水 很酷的小屋 朋友第一次来的时候都会说 这个地方不错 我就等这一句 好了 我们心照不孙 有人夸你部卡车装备先进 说这部车不错 你马上滔滔不转 看看这块挡风板 承受一万磅 人骨子里面都是这样 马上开车门 介绍的底潮 有一天我自己在那间屋子 我回去整理一些东西 还要接受预定的液化器 并相同的炉 都是要用到气的 送气的灌车开上山 跳了下来一个灰门的年轻人 我看他觉得 好像很面善一样 他说 道家 很久没见了 我想起他是谁了 叫得出他的名字 以前我教过他的 是安息日学的少年班 他是我教的班里面的一个学生 不过跟很多小孩一样 大过了之后就没再来教会了 我一见到他 心里就想 主啊 你把他带来这里 我可以跟他好地谈谈 一定是你预备的 这个想法刚刚一出来 他环顾四周就说 哇 这个地方真的挺好 哦 我就等着这一句 我说 是啊 是我自己设计的 屋顶有太阳能感应板 整栋屋太阳能发电 所有的电 所有变质设备都可以用 有太阳能 有佩尔顿渡轮 我把所有的东西都给他看过 带他参观 说这个地方有多好 他开始看标 慢慢有些坐立不安 这个时候已经卸货了 他立刻跳上车就说 嘿 下次再谈过 然后 下车就开了上落山的路 看着车后卷起的灰尘 一个微小的声音对我说 你有没有跟他说到我 他已经走了 我以后都没有见过他 哦 主啊 我竟然如此骄傲 满心正是挂着我 我我 上帝差距离 听我说如何得救 但是我正是想着自己 我如何聪明 这个巴比律大成 是我见的 世上的一切全部都生不带来 死不带走 都无法长存 他们的存在 只是令人类赖之 以生存 并去追求人生真正的意义 我为自己所拥有的生存感恩 我得到的远超过需要的 我经常会由车库里面 扔东西出去 前一阵 在巴契纳家 我证告海伦 海伦是收藏家 对不起啊 老婆 但是他并不收集珍贵的 只是存了一些 令人感伤的小玩意 参加完年会 他就收集小纪念品 什么笔 废章 说为了纪念那段经历 都是垃圾串了他 不行 他帮我记住这段旅程 不好意思 请帮我们讨告 所以我要大数据 我告诉海伦听 我去租了一个大垃圾箱 请一间公司将垃圾箱 运来家 足够有20英尺长 高4、5英尺 阔8英尺 将这件大件放在前院 一周之后 他就被塞到满一满 被公司拉走了 几百元运费 就算我们已经清理出不少东西 一大垃圾箱 塞到满 但是你猜怎么 等拖车走了之后 回家一看 根本看不出少了什么 大家都笑了 看怕是因为有同感 我经常想 可能一定要搬家 才可以知道哪些东西是真正需要的 才可以真的帮你 大刀阔斧 如果隔几年才搬一次屋 那有很多东西都可以扔掉它 地位也是骄傲之源 有些人生命中最大的目标 就是门框上面的标牌 董事长 副董事长 有时很奇怪的 大家想通过改变称呼 提高服务人员的地位 譬如说还位工程师 我小时候叫垃圾王 监管工程师 即是门位 想通过升级称呼 来提升我们的价值 对吗 博士 PhD 每个人都想要 投降越来越重要 圣经中还说了 另外一个王 前面已经说过几个王了 都算不错 尼布格尼莎 很可能会去天国 希西加会去天国 下一个乌西瓦 可能也会在 挺好的王 但是有一天 他突然想 为什么只有祭司 才可以入治圣所 我是王 他抢了香楼过来 想做祭司 才可以做的事 萧香 这些是祭司 正在侍奉的图片 想想这个情景 他冲入圣殿 抢了香楼过来 继续向前闯 祭司见到他拿着香 就说 乌西瓦王 你不可以这样 只有祭司 亚伦的子孙 才可以在这里 承接这件事 你行这事 必不蒙上帝祝福 这句话千真万确 王显然是明知故犯 因为骄傲 因为我是王 祭司说什么 教训我 我可以随心所用 我是王 于是他大发雷霆 当人觉得自己被冒犯 是他的骄傲被冒犯 大家报复或者愤怒的原因 往往是他的骄傲被冒犯 听过一件事 有一天拳王阿丽要去参加比赛 他自称我是世界之王 大家还有没有印象 他搭乘一架喷气式飞机 空城过来提醒他 是在头等舱 飞机上还有记者 空姐说 阿丽先生 请你扣安全带 他说 美女 超人不需要安全带 空姐说 是呀 超人也不需要坐飞机 你也是扣安全带 乌西亚王很生气 我是王 他们竟敢说我做的 不符合上帝的意思 愤怒的麻风冲出了王的额头 他立刻老实了 急速出去 长大麻风直到死亡 他再也不可以站在众百姓面前 现在做个对比 平衡一下 我很喜欢所罗门 年轻时的故事 请一起打开 《列王记上》第三章 这个是截然相反的态度 《皇上》第三章第三字 所罗门爱耶和华 遵行他父亲大位的律例 只是还在邱坛献祭萧香 所罗门皇上激便去献祭 因为在那里有极大的邱坛 他在那坛上献一千犧牲作凡祭 在激便 夜间梦中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然 对他说 你愿我欠你什么 你可以求 当上帝问你想要什么 你会求什么 上帝说空白支票 想填多少 你会求什么 主啊我需要一间大屋 更漂亮的屋 我想要豪宅 我有几个敌人帮我教训他们 我想要长命百岁 想要更漂亮的衣服 你可能想 多家牧师 我不会向上帝求这些 很多人每天都在那里求 很多牧师 特别体贴人的肉体本性 自创昌性传道论 说只要接受耶稣 就会得到健康财富和智慧 会换起人心深处 肉体的骄傲 绝非耶稣的信息 所罗门求的是什么 主意 与希西家的说话 完全不同 与前面对比下 所罗门说 你 向你的 博人大师恩典 他如何自称 博人 你博人我父亲大位 用诚实 公义正直的心 行在你面前 你就向他大师恩典 又为他全留大恩 赐他一个儿子 坐在他的位上 正如今日一样 耶和华我的上帝 如今你使博人 接触我父亲大位作王 但我是幼童 注意他这个时候 在主面前 竟是何等如此欠秘 我是幼童 不知道应当怎样出入 博人住在你所拣选的民中 这民多得不可胜数 欠虚成就伟大 所罗门王成了最伟大的王 为什么呢 因为在伟大之前 他先谦卑了 为什么说大卫像主 想到大卫的时候 他很暴力 比如说为了拔士巴 杀害了乌利亚 为什么主说大卫王 是合我心意的人 因为大卫 他谦卑 所罗门受父亲的分徒 大卫从来没有表现出骄傲 被人揭露罪行之后 他低头认罪悔改 在逃避压沙龙的时候 有个人用石头扔他 骂他 一个护卫说 我去将他的狗头斩下来 大卫说 不要 有得骂吧 这些是我该受的 谦信自逼 儿子压沙龙 和他大相敬庭 他相貌尽美 无可挑剔 从头顶的皇冠到脚底 都是明星那样 英俊 毫无瑕疵 但是最终自取灭亡 好上茅看来是福气 也会是咒座 我们大多数人都要感谢主 你的仆人不知道应该如何出入 你的仆人第八字 仆人住在你所拣选的民中 他们不是我的民 不是我的国 明白吗 听清楚他的态度没有 上帝因为他的谦卑 而大大赐福给他 所罗门被高举 是因为他自己降卑 自己谦卑 主就会高举你 上帝不会逼你谦卑 你必须深深情愿自我谦卑 所以求你刺激伯人领会的心 他甚至都没有开口求自卫 所以求你刺激伯人领会的心 就是满足自我 很多教会正在这儿构建自我中心 但自己就混言不过 一切崇拜服侍 所有的一切都是我的 我里面是什么 有很多新写的歌 没误会 歌还是挺好的 歌词经常是主啊 给我这样给我那样 我我我 有些经典赞美师 和崇拜歌曲是你你你 他才是万皇之王 但是现在都换成了为了我了 所罗门说你的过 尼布格尼撒说我的过 尼布格尼撒说我的巴比伦 巴比伦将会被毁灭 知不知道我读到所罗门的故事 想到什么 经里面说 他这段独白特别蒙上帝悦纳 上帝对他说 你既然求这事 不为自己求仇求福 也不求灭绝你仇敌的性命 单求 领会的心可以听众 为更好地服侍主 我吸你自卫 你没求的 我也都吸你 因为我相信 你不会挥拂我的次夫 为你自己抢尊荣 这是今天这一课的核心 是中心思想 我们更关心荣耀谁 上帝还是你自己 搞清楚 因为上帝而活 我们就自由了 他自会带领 很多人跟我说 道家 你不认识我 但我认识你 我看了几年你的节目 但你不知道有多少次 镜头前我收睿到 想找个地窿捐进去 现在只不过习惯了 可能正因为这样 主还要我站在这里 因为我犯了很多愚蠢的错误 因为说错话 都不知道写过多少封道歉信 我求主 千万不要让我 听不入别人的意见 或者是建议 这样他就真的不会再用我了 所罗门说 主呀 这些是你的文 这句说话令我恐惧 我是幼童 不自当怎样出人 我不是大臣学家 只不过是尽力 好像乞丐告诉另一个乞丐听 哪里有面包似的 希望我可以保持平和的心态 上帝才可以继续用我 因为我和大家一样 一旦置以为是 这样就一文不值的了 马丁路德说 上帝从虚无做万有 除非人彻底虚己 如果不是没办法被造 上帝何时为你重塑新的心呢 当你明白自己一文不明 正如主题曲唱的 请唤醒我打碎我 有时必须要粉碎自我 我才可以为上帝所用 粉碎的脈造成面包 云层断裂才可以降雨 彼得必先彻底跌碎 才有大能的广度 有没有求过要主打碎你 有没有求过主 请刺及我谦卑的灵 每讨告这样我都小心翼翼 那等如求主把我拍在地上 谁想这样 但如果必须要这样 主啊拍吧 不过最好下手轻一点 我希望可以欠秘 要不然人在骄傲的时候 最似撒旦 人只有在谦信和虚己的时候 最似基督 这两点非常重要 哪一种骄傲最可怕 信仰的骄傲 《勞家福音》十八章十节的故事 有两个人上殿里祷告 瑞利和法利赛人 我直接说了 法利赛人站在高调地祷告 自言自语 我很喜欢耶稣的幽默 主啊我感谢你 我不切别人 圣经说我自己和人家进行比较 极不明智 很多人因为骄傲 环顾四方 只是想说我比你强 主啊我感谢你 我不像别人 我禁石 全额纳十因 行规我不像后面那个瑞利 但是瑞利 即是收税人 连举目向天都不敢 完全敢谦卑 除打自己的胸口 打碎 自我谦卑 说 主啊可怜我这个罪人 随后耶稣总结到 告诉你们这第二个人 须利回家去 比那骄傲的法利赛人 倒算为二 老底家教会的问题在哪里 上帝和谦卑的人同工 所以留下这些信息 老底家教会的主要特征 都有哪些呢 他们自以为富足 已经发财了 一样都不拳 这些是什么 骄傲 撒旦的罪 就是不知道自己缺什么 如果他们肯接受 基督所赐的金 眼弱和白衣 这是启示录第三章十七字 他们要首先谦卑虚己 主会将这些都加给他们 这个也正是我的呼吁 我们要谦卑虚己 老底家的境况 其实就是骄傲的境况 我们更加关心种族 地位和外貌 人的财富 人的相貌 和人的头衔 全部都带不到天国 按天国的体制 这些毫无价值 上帝只关心你的心如何 信仰的骄傲 骄傲是撒旦的网罗 大多数鱼都被妄在其中 马太福音六章一字 你们要小心 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 故意叫他们看见 以前说过 耶稣上来就一针见血地指出 法利塞人 禁蛇 吐告是为了被人看见 想让人看见就是骄傲 这和耶稣的榜样 完全是站在对立面的 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五字 又提到这些宗教领袖 他们一切所做的事 都是要叫人看见 所以将佩戴的经文做宽了 衣裳的睡子做长了 面子功夫 喜爱言直上的手座 会堂的高位 又爱人在街市上问他安 清他拉比 地位和外表 一切都掩藏在宗教的 迷装之下 这个正是 我们必须时时刻刻要抵挡的 因为撒旦就在这个世界 他甚至诱惑基督 所有的国家我都给你 只要你拜我 就能作世界之王 耶稣不是来为了得到世界 不是为巴比伦 而是为天国 各位门徒那天晚刻在争什么 就是基督被钉十字架之前 我们中谁是最大的 连十二仕头都是这样 我们可以免疫吗 教会有没有这些问题 我们太在意 人家怎样看我 看看谁更加聪明了 作为牧师我很清楚 教会最不稳定的时期是 选举委员会开提名会的时候 可不可以说阿门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觉得 有了地位就更加被尊重 我已经管理后勤装饰部 这么多年了 怎么可以开除我的 谁这样 后勤部是我的 那个是我的领地 或者 为什么我不可以做执事 不可以做长老 人的骄傲 特别是骄傲受到冒犯 很多上帝的教会都在用 提名委员会的方式 我们撒哈拉门托的教会 就不提这件事 希望没有人发现 我们三年没有开提名会了 有人来职随时重新任命 这样可能符合常规 不过的效果都挺好 我们称之为 临时政委员会 但是这样比起每年一次 血浅工场的场景 要好很多 教会 如果想知道我们的做法 我会告诉牧师 如何拯救很多心脏病患者 临时政委员会 大家总是很关注地位 耶稣怎么说 天国的基本正体原则 你们中间谁为大 谁就要作用人 凡自高的 必降为悲 自卑的 便升为高 哦 牧师 你知不知道我有多么成功 来上帝你一时无成 尼布格尼撒自认为 建功显下 那些只是上帝赐给他的智慧 一切才干都来自上帝 如果有任何能力 本领和天父 要明白那些是圣灵的恩赐 归荣耀给上帝 为你所做的成就的一切而感恩 荣耀属于上帝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 第四章七节说 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 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 若是领受的 为何自夸 仿佛不是领受的呢 如果你领受了什么 为什么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 就好像杜木鸟的故事 一天杜木鸟正在树上摔 风暴突扎 一度闪电 将树砍成两边 杜木鸟飞起来大喊 听我多厉害 听我多厉害呀 人经常就是这样的了 明明是上帝的大能 我们就归功给自己 多愚蠢啊 今天的主题非常重要 因为我们希望得到福兴 福兴的果效之印 就是人心的悔改 如何才是悔改呢 如果人都可以在主前虚忌 这个是正言眷九第189页 如果我们都能在上帝面前 虚忌作人厚 兼功 温柔 慈悲的人 世界上归向真理的人 就要百倍于金了 得救的人就要百倍于金 只要我们虚忌 老底家教会将不再是老底家式的教会 圣灵会充满我们 福音会传遍世界 人如果以为不需要圣灵 终会自食其果 腐租已经发财了吗 我们要虚忌谦卑 在上帝凡事都能 离了他就什么都成就不到 还有几段隐文 基督比喻实分 154页 那时彼得跌倒 并断住法利赛人 与上帝交往的罪 乃是今日千万人的祸根 在上帝看来 再没有比骄傲自负更可憎的 就人类而言 也再没有比这更危险的 在一切罪宴之中 这是罪没有希望的 不自知证 羊羊自得 心高气傲 不可赦免之罪 就近在止赤了 愿上帝联敏我们 阿们 来了基督 我一无所有 只要虚忌将自己 降伏于他 归荣耀给他 他就会高举我们 那时彊杀是 不可赦免之网 永远都 能够阮 永远都 在联系上 永连就 这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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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All to thee, my blessed Savior I surrender all 亲爱的天父 我们需要你的圣灵 我们愿意以基督的心为心 在主面前谦卑虚己 主啊,离开你我只是尘土 不知道当如何出入 离开耶稣我将会一事无成 若非你的恩赐和圣灵 我会和尼布甲尼撒一样 在地上爬行 感谢主各样的恩赐 亦祈求你赐给我们圣灵的礼物 使用我们去帮助他人 亦都帮我们好像主耶稣一样 谦卑虚己,甘愿为仆人 拯救失丧的世界 祈求你高举我们 脱离老底家的困境 帮我们点上眼阳 令我们相目可以增开 帮我们着想你的耳袍 赐我们精金般的爱 和悔改的心 请赐福你的教会 福兴你的教会 奉耶稣的名祈求 好